來看一下劉俊庭 對 哇 哇 哇 Unbelievable 請給分 10分 10分 給出10分 評審給分是5個10分 50分 劉俊庭 賽的獎盃別出心裁 來送給獵鷹航空 今天真的是讓我們見證到了 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灌籃 好 拿球 來自台中太陽 Marlon Johnson 來看看台中太陽的Marlon Johnson 他的第一扣 看起來好像是用拋球的 來自太陽的海來之島七 好 強勢拉單滿手的爆破 暫時失敗 還有時間 所以看起來是持球由右往左 然後來個雙手倒關 但第一次嘗試並沒有成功 好 馬上改變策略 拋球之後來一個雙手正面的Step Down 對 對於這個所謂的外籍球員 他們的身高以及彈跳能力來講 空中第一時間自拋自罐的這一扣呢 這一罐呢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是小菜一點 是 先把球拋上去 但是這個灌籃的力度非常漂亮 非常棒 評審團可以再欣賞一下這個重播 好 來看一下分數 這一罐 或許可能會比前兩位參賽者的分數更高 不過當然 現在這個力氣點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兩將 對 其實馬龍第一扣沒有扣進 我倒是有點意外 因為他本身的身高足夠啊 他的成功率應該是要在第一扣就完成 這個分數有衝上去喔 其實不意外啦 就是說他第一輪比前兩個的扣籃的分數高 不太意外 對 44分的高分 即時開始劉俊庭的表演 好 劉俊庭 那麼 23歲 畢業於健行科大 今年效力於是台南台綱烈 先看他第一扣 郭忠祐大轉身廣籃 一個近360度的轉身 而且他第一扣就成功了 這一扣我可以 這個轉身太美了 以我對他了解 這個鴨香寶還在放在後面 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 可能要猶豫一下了 這個騰空 其實你真的鮮少看到 這種台灣的球員 可以做到這種360度的灌籃 是 有幾位已經是 接下來來看一下他的低扣 會不會超過台中太陽 馬龍 Johnson的44分 這個沒有45分以上 有點說不過去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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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 連霍華德都給了10分 149分 潛姐 潛姐怎麼啦 潛姐 接下來是台中太陽的 馬龍 Johnson 今天過生日 他在第一回合的是44分 看起來是沒有隊友的協助 然後是自己要完成 難道要第一時間自拋自冠的Win Mill嗎 這個球應該是沒有扣進吧 可能還要繼續 對 時間還夠 但他第一回合的時候 第一次也沒冠軍 馬上就換招 不過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要換招的意思 要注意時間還要20秒 20秒 再給馬龍加油一下 好 拋球之後呢 來一個抽輪 把球給放進去 栽進去 完成了馬龍出身 來欣賞一下這個衝破畫面 在最後15秒左右的時間 完成了這次的灌籃 好 所以如同剛剛韋晨講的 他第一罐沒進之後 他其實應該有Plan B啦 所以他最後呢是決定了用 拿球之後呢 單手用測冠的方式 應該是跟他原先的一個設定 稍稍有點不太一樣 是 因為如果是要做到 空中自拋自冠的 這種有點小車輪的冠籃的話 其實拋的高度也很關鍵 反而不能拋得太高 所以你看到他這個球落地 並不是在一個特別特別高的位置 但是他反而比較好去做到 他最終VANISH的動作 看一下這個球接到之後 繞到另外一邊 右手把他灌進去 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放 現場的球迷來給分囉 所以現在請球迷朋友 拿出你的手機 掃描一下我們大螢幕上的QR Code 好 一樣 現場的球迷朋友呢 是可以掃這個 頭頂上的這個大螢幕的QR Code 來參與評分 應該已經想好了 會先看評審的給分 3 2 1 請給分 看起來霍華的LIKE 他會給出10分 拿下了一個非常高的分數 這個有沒有 養將給養將的那個 加成分數 養將條款之類的 應該有點加成的分數 有沒有被震驚到 好 那現在壓軸的劉俊廷 看起來隊友要來幫忙了 3 2 1 開始計時 好 看起來是有骨毛把球 拋到籃板的側遠 然後呢 煉獄航空再把球給塞進去 沒關係 還有40秒鐘 對 掌聲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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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兩人應該有非常多的練習 是 其實是有練習過 是有練習過 有了 有了 That's my boy 雖然是第四次才成功 但是真的以亞洲人來講 這相當不容易 太不可思議的灌籃 再看一下慢動作 那這一次骨毛也拋得很好 在空中直接炸裂 這個小隊友的表現其實比 灌籃者的表現更重要 對 而且平常練習的時候 不可能有這麼多觀眾 也是有壓力 壓力 而且非常有創意 很不一樣的一個角度來灌籃 劉俊廷飛了很大一段距離 所以基本上 既然這樣看起來 進入到決賽輪 應該就會是馬龍跟我們的俊廷 我看你的獎金是有可能要發了 不僅要發 要爭取了 而且我原本 那個要爭取獎金 沒有爭取獎金之前 我原本想要逛豪宇說 如果俊廷沒有拿冠軍 我就剃平頭 但我想像 好像賭注有點大 我還是先不要先回來 接下來我們把評分交給現場的 評審團一起倒數三秒 三、二、一 來看一下五個十分 好的 這一次淺姐也給十分了 五個十分 拿下了五十分 看看是台中太陽的兩位選手 包辦的這兩個項目 還是由台中太陽的馬龍 獵鷹我們的本土飛人 這個獵鷹航空 劉俊廷拿下冠軍 一樣有兩次的冠籃 好,那一樣是由馬龍詳森先登場 因為他是在第一輪 結束之後的分數較低的那一位 正嗎 真的 是 就是當年Michael Jordan 另外還有更早搭車 後面還有Brand 當然啦 起跳的那個位置還是不太一樣的 畫面 我覺得有點客氣了 他起跳的位置 應該還可以再往後拉一些 剛剛接近發球線 左右的地方起跳 只有雙腳還打開 但我覺得馬龍的策略 是能夠接受 因為這畢竟有兩次灌籃的機會 在第一輪還是一樣 先以成功率 打一個分數的底 會比較安全 對 因為畢竟你就是兩次扣籃的機會 總哥跟小肚再來欣賞這個精采的灌籃 最後很特別 雙腳打開 最早Dr.J在ABN的新賽 Michael Jordan 然後另外還有Brand Barrett 那白人希望都曾經過過 那當然Mar Johnson的是 在往裡面跨這一步進去 好 欣賞完了 回放畫面之後 現場的評審 現在就比較好幾專Hower 這一關會給幾分 3 2 1 好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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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9分 45分 怪 在決賽輪的第一關 在決賽輪的第一關 好 結果是正面的風車灌籃 而且第一關就成功了 而且第一關就成功了 相較於剛剛骨毛拋球是四次成功 那這次的正面風車灌籃的第一關就成功 好像已經快撞到籃板的感覺 飛得太高了 真的 很賞心悅目 精彩灌籃 練航空劉俊平 統重的大車輪灌籃 而且大家可以期待他的第二關 對 照理來講第二關才是今天的最高潮吧 我這個時候呢就要 複製貼上剛剛韋翔講的 因為這個這樣子的灌籃 其實練球的時候 距離太多了是不是 OK 所以待會兒還有壓箱寶要出來 我們馬上來尋問一下現場的評審團 準備好了我們就到數三秒鐘 3 2 1 請給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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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好 現在在做效果了 在做效果了 馬舉起的10分 差點以為霍華的不舉 10分 最近 好 這一輪呢就是這兩位選手呢 將會決定呢 誰是灌籃大賽的冠軍 對 所以基本上現在等於馬龍 算是有5分的落後啦 他其實要來一個胯下 這個冠軍的話 霍華的應該會給10分了 10分 看到評審很多人都站起來了 對,這個應該毋庸置疑了 那待會兒可能會給劉俊庭壓力哦 沒錯,這就是灌籃大賽精采的地方了 是 來看一下胯下 然後單臂側扣 這一罐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對 鮑哥覺得這個牙箱包如何 哇 讚 對 應該也有機會5個10分吧 對 我認為是 好,看一下 不得不說馬龍 他真的也是很會跳 常常有的時候看比賽 因為他本身以常人來講他的速度很快 所以常常都會有show time的機會 一起來給分數 針對馬龍的兩次灌籃 來為我們給出分數 拿進去手機掃描QR code 那麼現在我們先來問一下現場的評審老師 現在看起來評審有些猶豫不決 有的好像9跟10不知道哪幾樣子 一起給分 好,來看看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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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華的 霍華的 第一次來 10分 第二個滿分出現 我們... 好,接下來劉俊廷 這邊是最好的 網友本來有猜說 他是不是要飛躍阿修羅 但現在看起來不是 這個太犯規了 祕密武器 他現在邀請了2008年 在紐澳兩邊彌星賽 當時打敗Rudy Gay Jewel Green 還有Jomairo Moon的霍華德 現在來到的場上了 他要飛越霍華德嗎 HOWER現在非常激聰 其實阿修羅的身高比較高 但是HOWER比較大拍 撞到壓力會比較大一些 這已經不是自己的隊友 還飛不起哦 應該要先買個保險 好,來,我們就開始計時 計時開始 給俊廷一個尖叫聲 所以他準備要飛越七尺 接近七尺的霍華德嗎 來看一下劉俊廷 真的 太誇張了 看看霍華德的表情 我是誰 我在哪 霍華德 現在黑人問號 兩句 一次成功 我的媽啊 再從不同角度來看一次 好 再從這個角度欣賞一下 飛越魔獸的男人 就是這麼一怪 我相信俊庭已經成為 全台灣最會灌籃的男人 是 郭華德其實剛剛也有一絲絲的害怕 他心裡非常的抖 這一次直接從他的身上給壓過去 天啊 太不可思議了 我到底看了什麼 黑人溫浩在台灣前線 真的不得不說 其實俊庭的身高是不到190公分 但是頻頻在這次的灌籃大戰裡面 做出這種不可思議的灌籃的動作 你知道嗎 我賽前有傳訊息給他們 我說真的希望你們 就在我的社群上說 希望讓我走路有風 我待會兒走出體育館 我應該是用杯的 不知欲缺了吧 請給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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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位 給出10分 好的 評審給分是5個10分 50分 劉俊庭 我們最後的灌籃大賽冠軍 來自烈衣 烈衣航空 劉俊庭 比賽的獎杯 別出心裁 送給烈衣航空 今天真的是讓我們見證到了 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灌籃 拿下灌籃大賽此刻的心情 趕快來跟所有的球迷朋友分享一下 當然現在是很開心 可是我在賽前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要請到NBA球星來幫我 然後也剛好今天腳狀況不錯 剛好跳得過去 我想問一下是 本來就已經有先問過Dry Howard 要不要來進行這次的合作了嗎 有 就是今天剛來球場的時候 有先跟他告知一下 就是希望他能幫我這樣 對 然後也剛好他願意 滿謝謝他的 因為這個滿令人緊張的 你要飛越的是一個NBA球星 你會有點擔心說不小心飛的時候 撞到他的頭或是怎麼樣 有沒有想過這樣的畫面在腦海中 有 其實這幾天就一直在想說 如果在這麼多人面前這樣 沒跳過去的話 然後下來其實滿糗的 就是好險就是跳過去了 好險有跳過去 最後有沒有什麼話 要跟你的球迷說一下 呃 就是 就是謝謝你們給我這麼高分吧 對啊 謝謝 再次掌聲恭喜 灌籃大賽的冠軍 內衣航空廖GTV